委員怎麼看,就是現在這個柯文哲秘會金華城的高層呢 是北市的陣風處是說完全沒有廉政相關紀錄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嗎 我覺得柯文哲主席啊,他的清廉 我是百分之一百信任的事情 那作為一個啊,市長 然後跟在整個,不管是在經濟發展上面 還是NGO的成績上面 跟非常多的人士啊,來交換一件 我事實上啊,是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真的作為一個市長每天啊,要見面的人 真的太多了 但從我認識柯文哲啊,到現在 大概幾乎每一次跟他在一起啊 就是吃便當 而且便當吃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對於柯文哲主席 他的千年百分之一百有信心 那甚至我們台灣民眾黨的議員 昨天,應該是昨天吧 呃,陳佑誠議員也在議會直學了蔣萬安吧 那蔣萬安市府自己回給監察院的文 都說經過他們內部 整個的判,整個的判,整個的判斷 提出去,由台北市府 給監察院的報告裡面 認為進化成的整個過程 事實上是沒有問題 今天是考驗的 那現在基隆市長謝國良就是面臨罷免 那現在國民黨好像要修選罷法 提高能害 那總共贊同的事情 這兩件事情呢 其實沒有辦法畫上很好的 因為你法律的修正也沒有辦法塑及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嘛 那不過我相信啊 那個謝國良市長 他最重要的事情就如同大現在在做的 還是以不以腳印 那是正穩 穩扎穩打的把它做好 那爭取基隆市民的支持跟信任 我相信謝國良市長 應該會繼續好好努力下去